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胡董市长这一次的捐赠 泡砖引玉的 因为现在很多婆婆妈妈都不敢上市场来买菜 因为知道市场是最多传染源的 那也是非常感谢这次胡董的爱心 那希望更多的企业家能来提供我们产发出更多的资源 主要原因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三级防疫的期间 全国所有的集会场所都是关闭的 只有一个地方是开放 就是我们的市场 在这个状况之下市场就是人流最多的地方 但同时市场是有可能传播最多病毒的地方 所以像右昌市长也特别提到两兆一套的政策 那产发出目前在执行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胡董市长 企业家来捐赠我们的消毒订 让基隆市政府产发出在传统市场的消毒 从每个礼拜一次提升为两次到三次 那对于使用者来讲 他到传统市场去消费 就会更加的安心跟安全 那既然他很安心安全的话 那这样子病毒的传播自然就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捐赠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